莫雷送走了安德森的交易,得到了大多数媒体和球迷的称赞,他们普遍认为火箭在这笔交易中,不但扔掉了一个大包袱,还得到了两位很有实力的新元奈特和克里斯。 不少人认为克里斯很有潜力,而奈特如果恢复了健康之后,就能像戈登一样在经历了大的伤病后,在修斯多火箭得到重生。 真的是这样的吗? 那么是好的。 但是三大因素,决定他恐怕很难做到这一点。 首先是奈特的天赋有限,他最巅峰的时候也只是中游球队,一个合格的手法空位而已,而戈登则被嘀咕了。 他曾经是和哈登士齐名的,身体素质非常好,打法也很劲棒,然而他的运气实在不好,排具有冲击力的打球风格让他受到了伤病的困扰。 如果戈登运气好一点点,以他的天赋至少,也是个普通全明星级别的球员,哪怕是现在,给戈登足够的上场时间,他也能打出场均20加得分的数据。 也正是因为他成了玻璃人,莫雷才能用四年5300万的白菜价合同签下他。 其次奈特无法像戈登一样转型。 戈登在火箭的第一个赛季,基本是充当一个投手,突破并不多。 到了上个赛季,他身体慢慢恢复之后,才有了不少强力的突破,然而还是比他颠崩时的表现差了不少。 而乃特则不是一样,他的外线投篮并不稳定。 最近几个赛季的三分命中率只有三成多一点。 而乃特在NBA联盟中,赖以生存的法导就是突破,打伤之后的他肯定没办法再像以前那一样去冲击对手的内线,没有稳定的外线投篮能力。 他很难在火箭立足,更加不要说得到重用了。 最后奈克虽然可以打扣卖,但是他的组织能力其实非常一般。 他职业生涯最好的一个赛季场均助攻也不过5.44,他的失误数却比较惊人了。 除了2016到2017赛季因为上场时间减少,把失误数降到了两次以下,其他几个赛季全超过两次。 甚至有一个赛季场均失误高达3.19次,奈克的打球风格确实很吸粉,但是他这种低效的打法在强盾很难生存,三分不稳,容易失误,组织能力有限的后卫,是很难让德安东尼满意的。 在考虑到他比较严重的商定时,如果不是因为奈克的合同比安德森小,莫雷真的没有理由去换他回来,所以火箭球迷只用膝带他能上场打球,不给球队拖后腿就行。 至于大爆发,还是别指望了。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